你不認識 不認識 怎麼了 你確定 唉 我騙你有什麼好處嗎 看來是我想過的 問題我回答了 你是不是跟履行你說過的話呢 我倒要看 你小子有什麼手段 能拿下我赤支重金都求不來的東西 走吧 紫葵組長 怎麼又是這裡呢 紫葵組長 我們 我說沈總 你們應該不是這麼不識趣的人吧 剛走幾分鐘又折回來 到底是想跟 唉 洛先生 唉 既然您都開口了 那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炎兒 去打印三份四堂地契的轉讓合同 拿給沈總 好的 組長 這 這就成了 不然呢 你想像 連理事長都搞不定的事 居然能被他一句話給擺平了 這小子究竟是什麼來的 沈總 合同我已蓋好章 你拿去吧 謝謝 多謝紫葵組長 小辰弟弟 今天又麻煩你了 等你忙完打我電話 姐姐請你吃飯 小伙子 這份人情啊 阿姨我記住了 之後再相信 若是有什麼需要儘管說 算了吧 欠我的人情一般人可還不了 你 我就是跟你客套兩隻 是還真打算還了 這小子的態度還真是令人討厭 小然 我們走 那 那個我們就先告辭了 洛先生 裡面請 你也算是問對人了 我們敢施一脈 常年與屍體打交道 確實流傳下來 不少抵禦失毒的辦法 其中最有效的 就是這幽豬了 攜帶餘身 便可將五尺之內的失毒 竭盡吸收 嗯 手藝不錯 對付普通失毒應該綽綽有 但遇上血獅王 恐怕還有些欠缺 血獅王 難道 洛先生您這次來湘西是 我總不能讓你把祠堂白送出去吧 洛先生如果能幫我們抓住獅王 別說祠堂那區區十母 您就是要阿埔一族 在湘西的全部土地 我也絕不會含糊 嚴重了 先和我說說 血獅王的情報 不知道洛先生是否了解過 京畿的天躍集團 天躍集團 嗯 這是一個極其可怕的組織 他們的勢力範圍並不算廣闊 但所知之處都扎根極深 而且 這次放走血獅王的湘西石家 正是其爪牙之一 石家竊走獅王 是想將其聚為己用 但他們 卻低估了血獅王的能力 連石家老祖十四鬼 都險些被幹頂 而後 獅王便逃去了海冰會 直到玉上來了 才又被迫逃回湘西 石王 因使用血靈盾造成的損失 短短幾天便恢復得差不多了 所以 我們沒法處理 只好通知了武裝隊 既然你們通知了武裝隊 那石家恐怕也會有所動作啊 洛先生真敏銳 石家不僅有所動作 而且動靜還不小 據說 他們已經拉通 湘西各大企業贊助 準備一日千金邀請各路宗師 協助石家拿下血獅王 石家也邀請了你吧 哼 不過是黃水狼給擊敗你 沒安好些 看十四鬼現在身中失毒 十日無多 若其一死 石家必然沒落 這時候邀請我去 定是想假借合作的名義 逼我阿普家交出幼珠有風 但倘若我不去 石家定會在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 屆使我阿普家在湘西的生物 也將遺落千丈 畢竟石王逃脫 也是我的失職 想聽我的建議嗎 還請洛先生指教 首先 石家的宴請你得去 是 秦二 我會對這批幼珠進行改良 你想辦法分發出去 最好能送到十四鬼的手上 老六 你確定 這是阿普家流出的幼珠 千真萬確 我親眼看到阿普族長 在給感染失毒的村民分發幼珠 這就奇怪了 阿普子魁和我們石家素來不和 他明知道咱老祖身中失毒 為何會在這時候 難不成有詐 其中 把幼珠拿來吧 他阿普子魁 既然敢分給民眾 那肯定沒有問題 是 滾爺請 滾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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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少 來的是時候 怎麼 失毒治好了 不愧是江少 簡直一語中地啊 居然真有人能治愈 血失王留下的失毒 莫非 是敢施一賣的那傢伙 江少 真是兵鞋 clung 行啊 少拍马屁 说正事 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 既然阿普家 能研制出这种好东西 咱当然得想办法 把它给吞了 到时候 再一有失望 各三差五的扩散下尸毒 过不了多久 整个香气 甚至是整个精兰 都将是天药集团的 当中吃物 好 很好 鬼伯还是宝刀不老啊 那当然 不过具体执行 江少放心吧 阿普子奎已经答应赴约 并且明天到场的 除了西川总师 和陆家少主外 我还特地邀请了最近 在海东泼妇盛名的那位道人 海东的神秘道人 打死风天雷的那位 正是 嗯 行 只要能拿下谢师王和阿普子奎 不管对方开价多少 都答应他 明白 封虎兄别来无恙 十老你这地方可真够远呢 我要岁数再大点 恐怕就来不成了 虎爷真会说笑 一年这刀枪不入的身板 再过十载 依然少年 呦 这不是陆之二吗 我这老头子 哪比得上你小子 刚过儿历之年 就成了宗师 恐怕全天下 找不出第二个吧 不敢不敢 虎爷 石老 见笑了 二位宗师 请入座吧 请 这两人怎么样 错误过 小陈弟弟 你果然来了 看来我的预感真准 你们怎么也在 我们这些企业 当然得过来投点赞助了 倒是你这小屁孩 跑来干什么 这小子背景应该相当雄猛 而且小人还这么喜欢她 就更让我有些好奇 这家伙的底细 您这套话的水平 究竟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还是在侮辱自己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姜同然的原因 这沈月兰竟给我一种 莫名的亲近感 我说 你小子是不是开口 就没一句好话 我儿子要是你这样 他不是早就给他嘴打歪了 阿姨 您这可是在占我便宜啊 我就不说别的了 您儿子要有我十分之一 估计做梦都能笑醒 拉倒吧你 华佛卖瓜自卖自夸 南义 燃姐 你们来了 一飞 你已经到了呀 我还准备打你电话呢 刚才 好像看你们聊得挺开心 燃姐不给我介绍介绍 这位是洛晨 我朋友 你好 姜一飞 燃姐的堂弟 小晨 我堂弟和你握手呢 你最好离小燃姐远点 你飞 兰姨别生气 我跟她开个玩笑而已 你们赶紧入座 待会儿 活动就要开始了 首先欢迎诸位 不远千里 赶来参加这次 抓捕血狮王的动员大会 我代表石家 在此谢过了 俗话说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血狮王凶残暴力 为祸相吸 以致名不聊生 将其抓捕 九地正法 乃是我等 身为一方强者 义不容辞的责任 十足掌真是心系苍生啊 我等定当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好气势 不过大伙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今天在座的 有一位同道 你找到化解血狮王 尸毒的方法 能化解血狮王的尸毒 谁啊 莫非 连要亡谷的人也来了 阿浦组长 表个态呗 石组长想要幽珠 我可以给你 不过大伙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今天在座的 有一位同道 你找到化解血狮王尸毒的方法 能化解血狮王的尸毒 谁啊 莫非 连要亡谷的人也来了 阿浦组长 有个态呗 石组长想要幽珠 我可以给你 并且参与围剿血狮王的 人手一门 不过 我有个条件 就是血狮王必须叫 由阿浦家来发落 不可能 阿浦组长可别忘了 血狮王是从谁手中逃脱的 交给你 万一你们又没看住怎么办 再找人来抓一次 哼 你说 交还是不交 没得谈 那就各凭本事吧 想走 怎么 要来应的 阿浦组长 今天在场的这么多人 都是来帮助阳西解除失患的 你们作为当地大家族 既不配合 说不过去吧 哼 既不配合 我看你们不过是想借 斩妖除魔之名 行暴去豪夺之事 成品不要 却二人配方 这石老爷做得过分 对啊 这不典型的一圈谋司吗 都撕破了 你们这边还等什么 帝妃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 少管我 把她拿下 让阿浦家拿配方来赎人 是 我说各位 你们抢错人了吧 幽珠的方子 应该管我要啊 洛晨 好一个内境武者 原来阿浦组长 还带了打手啊 石组长 误会了 这是我一个侄儿 小时候练武啊 把人练傻了 他怎么可能会有配方呢 你们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啊 阿姨 你替我解围还趁机损我几句 不太后道吧 臭小子 你赶紧回去 今晚的事情不是你能掺和的 八福一族是天药集团 在湘西扎根最大的组 明之辈 我早该想到这是个局 阿姨放心吧 出不了事 蒋图然 你把小姑带走 小姑 没事的 相信他 可是 小子 你以为 就凭你一人 能保得住阿浦次鬼 天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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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平生最厌恶什么 射号 强行 背信 信义 你们一个不浪 这小子 不简单 妈的 把我杀出个程有金 我听好了 今天谁帮我杀了这小子 你亿现金 没缘 我来 绝不允许有个比我更早步入宗师之酒 我 才是年轻辈第一人 小子 我等皆为天下苍生而来 你身怀救命之方 却执意私藏 今天 就由我来替名处害 神来 好家伙 气息瞬间就变了 这难道 就是传说中的诱家绝学 福道术 没错 并且他施展的 还是福道术中的顶级法门 福禄换神 我真是厚生可畏啊 最年轻的宗师 这个城堡只能属于我 为你 必须 是 赵先生 陆之二 留他一命 一方配方有诈 什么 人以为如今环境 虽不予修炼 但总归会有一些真东西 随传下 然名为幻神之术 却连一抹七夕 都无法完整照出 令人失望 这小子 怎么会这么厉害 鬼伯 丁叔 别愣着了 你快上吧 赖座的各位 今天谁能杀了那小子 拿下阿卜子龟 再加医美金 义飞 人人姐求你了 别这样 怪人财路 都杀人父母 要怪就怪这小子 不管闲事 江少爷阔气 那我就先登一步了 你们设法拖住他 如果时间不振 明白 臭小子 你快跑啊 处子 还不速速放开陆少主 想跑 晚了 好机会 傻子 让你抓着了 怎么放 颜护贴身爆炸 怕是炎炸的 好把无损 竹子 还不速速放开陆少主 想跑 晚了 好机会 小子 让你抓着老子不放 领导贴身爆炸 怕是连扎到 好把无损 小子 让你尝尝石家骨兽的厉害 去 我的骨兽 这不可耐 骂他 邪门了 三打一都占不了便宜 莫非这数字已然入道 两位前辈 都别藏了 偷家底吧 今日已奸怨愁 说不出之 后患无穷 毁了老子辛辛苦苦 饲养多年的骨兽 定要你拿命来偿 服血骨毒 不服 三重爆 莫承 快跑 洛臣 小姑 危险 什么 他奶奶的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 老丁 速度点 这边快扛不住了 好了 都闪开 追 这智术竟能干扰本尊的心神 有意思 戒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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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他要想跑 估计也没人拦得住 几位 还不到歇歇的时候 别忘了这里 还有一个 洛先生 阿浦组长别担心 等我们拿到了配方 就立马送你下去 见你的小情郎 卑鄙无耻 抓住他 那是 老丁 师组长 小心上面 什么 这小子还活着 快撤 完了 这傻叉 要跑就跑 还那么大声干什么 什么 想走 我 我警告你 别过来啊 不要以为打赢他们 就能踩在我头上 待会儿开工 那位神秘道人就要到了 纵使你是巅峰纵士 也绝不是入道者的对手 哦 打死风天雷的神秘道人 没错 失去他 就赶紧滚 你要敢动我 就等着被他摁死吧 杀我你花两个亿 请他你才出七千万 看来那道人也不怎么样 行 够嚣张 等待会儿他来了 我看你还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我请他换了七千万 两千万成一金 两千万到场费 事成之后追加三千万为款 第一笔款由瑞士私人银行 于昨日晚十一点会出 今凌晨四点到账 你 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吧 你猜 你 你到底是谁 难道 你就是那个神秘道人 不 年龄不对 难道 是石老的信息有误 行了 以你的脑子也不用继续猜了 你现在只需要考虑一件事 你没有什么好东西 值得我来想 你别得意太早 现在血尸王 感染了整个田江寨 数百口人 凭你二人 恐怕得费不少功夫 江少说的没错 只要你放过我们 我们可以助你一兵之力 否则 即便你是入道者 孤身对付这种规模的石群 那也是独目难知 哦 那你好好看清楚了 骆驶到 行了 以你的脑子也不用继续猜了 你现在只需要考虑一件事 你没有什么好东西 值得我来想 你别得意太早 现在血尸王 感染了整个田江寨 数百口人 凭你二人 恐怕得费不少功夫 江少说的没错 只要你放过我们 我们可以助你一兵之力 否则 即便你是入道者 孤身对付这种规模的石群 那也是独目难知 哦 那你好好看清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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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和你说我是孤身一人的 这 这 这个蠢货 本来不把话说死 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这下好了 全TM完了 你们几个 最好在我回来之前 把我要的东西准备好 大 大能饶命啊 我这什么都没 啊 否则 这就是下场 带路 田家寨 是 今日在场之人 皆知石家是咎由自取 洛先生这手 既保住了阿普家声名 又为阿普家铲除了宿敌 此般大恩 紫葵 莫齿难忘 不必言谢 准确来说 我只是帮你占据道德高地而已 至于顺势除掉石家 完全出自我的计划 啊 难不成 洛先生和石家也有恩怨 那倒没有 我只是不想在我训练这帮家伙的时候 有人过来打乱罢了 原来如此 真是没想到您居然是武装队的人 不过有您在 那血尸王定是手道擒来 哟 这不是血尸的洛总教吗 什么人 贵后 别紧张 血虎队长 容我介绍下 本人静南第一武装队指挥官吴启明 奉总部之命 前来协助洛总教抓捕血尸王 哦 协助我们 就你俩 血虎队长说笑啦 我个普通人哪有这种本事啊 不过 恕我直言 要打败血尸王 恐怕你们也不够格呀 什么意思啊 之前听我下属刘全说 洛总教年纪轻轻就以贵为宗师 放眼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 只可惜 那终究是世俗的力量罢了 而这位 来自西山高原无相似的丹巴大师 早已是 半步通神 半步通 通神 那岂不是比入道之恩还要厉害 哼 所谓通神 实际就相当于觉醒 这老头看样子确实有解本本事 不过就算无限接近觉醒 也依然和真正的觉醒者有着云迷之力 施主 吴先生所言还请莫怪 老衲也并非有意掠祖带袍 只是 这血尸王已成气候 绝非而等世俗无人可敌也 并且 老衲方才 关小施主之面相 终有悔究 不如 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若执迷不悟 必将酿成灾害 阁相 我也替你算了一半 你今天必有血光之灾 小施主 许之祸从口出 靠 这托托还真是通神之人 连离力都没跳动 就能造成这么强的压迫力 这人的实力 绝不落小区 都说年少轻狂 我今天也算见识到了 就连林将军 林化龙来了 都不敢这样和丹巴大师说话 无知无畏 何必多言 走吧 骆总教 咱走着瞧 和尚 记住了 血光之灾 骆总教 我有些小小的疑惑 还想请您指教 刚才您说那和尚 会有血光之灾 究竟是随口一言 还是您真会算卦 你觉得呢 我要是会算天月 我还站在这里 况且此类法术危害极大 少碰 毕竟窥探天机 欲瞻未来 皆是逆天之举 终受天道审判 哪怕事后只字不提 也别想瞒天过 因为你从不问天运的那一刻起 天罚就已经注定 弱者 雷杰当场落下 灰飞烟 而强者 天地则以石运为局 让你不知不觉 身陷困用 一步步阴差阳错 走向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